南投县第一期青年住宅即将完工 县府在日前的县务会议中 修正并完善青年住宅出售的办法 并将在1月底来公告 受理民众登记抽签 另外针对卡努台风受灾户 县府每合入住埔里的社宅 未来将比照921让受办法提供受灾户来成购 南投市青年住宅第一期有45户 包括三房以及四房的格局 将在1月底公告申请条件以及办法 县府也下修年龄资格 为18岁法定成年人 知府和相关规定者可提出申请 南投市的青年住宅第一期 也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了 我们今天也把相关的民众的身份跟资格 还有相关的条件都已经在县议会议这边通过了 这个很快我们大概预计在1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公告 公告之后就开始有受理 受理期预计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特别修订现在法定的年龄是18岁 是我们的法定的成年年龄 所以18岁以上的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资格 那目前我们第一期是45户 大概的这个金额呢 从有三房的或者是四房的都有 大概价格是在700到900之间 那希望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有所保障 另外针对去年8月卡努台风 重创仁爱乡以及普里镇 县长许舒娃表示 部分因为住宅全部毁损的受灾户 目前没合五户 由县政府安置在普里社会住宅 有灾民表示希望能够就地定居 县府也特别修订让授办法 有些的民众已经家里面是全毁的 所以由我们县政府的安置在埔里有两个社会住宅 也安置在那 现在目前都已经安置进去的已经有五户了 那相信也提出说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也希望可以就在那个地方 就由我们县政府这边 可以的话让他可以让售让他买下来 那我们今天在新闻会议通过之后呢 就会送给议会这边来做备查 那通过之后呢 就可以让现在安置在社会住宅的民众 或者是具有卡努台风受灾户的民众来提出申请的 关于南投市青年住宅相关讯息 县政府最快下周会公开青年住宅懒人包 民众可以上南投县政府网站查询 或是向建设处城乡发展科询问 接着廖伟林南投县采访报导